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还有印象 二道皮肤出现了剧烈的肿胀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 终于把这个单质流组织清理掉了 主体吧 可能边边角角还剩一点这种小的上皮 然后一周以后啊 一周以后再复查的时候 这个又已经 今非昔比啊 已经不能跟 一周之前相提并论了 肿胀已经大部分消退 所以说啊 在出现外二道单质流 呃 发现这个病例以后 那么经常有时候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 遇到这种肿胀的很肿胀的情况 这个时候只有华山一条路 把这玩意儿清除掉 否则的话 你用什么消炎药也很难奏效 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 如梗在喉 你要驱除这个症状 就必须把这个鱼刺拔出来才行啊 否则你使用其他的东西都缓解不了 这是个儿童啊 儿童的外耳道义务 家长来的时候 刚开始以为是儿屎 叮咛 但是内镜下一看 这些东西啊 具体是什么 性质咱们不好详细分析 因为也没这个经历 但明确这是一个我们人体以外的东西啊 至于是说是什么种子呀 或者是什么小孩的这种玩具啊 那个家长回去在自己琢磨吧 儿童一定要看好了啊 小朋友们 这个还好是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了 已经塞进去不知道多久了 这个人外耳道口有明确的湿疹啊 湿疹的这种结痂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湿疹会导致很明显的这种搔痒 然后这个就频繁的使用棉签啊 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是为是被这个棉签给怼的啊 怼这个词不知道用英文是对应的哪一句啊 哪个词啊 中文反正是很形象的一个词啊 棉签往里不停的挤压 就跟打夯一样日积月累 而且这个人不是一天两天啊 这个 丁宁组织包括他自己的这种 外耳道的 耳毛啊 这真的有点像混凝土似的 包括可能还有棉签前面 头上的这种棉丝啊 所以说这个棉签这种东西啊 它在清理我们外耳道的过程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你可能这个边上能蹭出一些碎末碎渣 但必然会有一部分被这个顶到最深的地方 所以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啊 棉签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还有就是像中国用的这个 咱们中国用的这个眼挠 对很多朋友就问该怎么清理 耳朵啊 咱们人体的这个外耳道 它有自洁的功能 它多数90%以上的 不需要我们刻意的去做清理工作 真要是被堵成大块的 这种你个人也没办法清理啊 也清理不了 只有医生来操作 如果说非要说偶尔日常 非要做的话啊 那对于骨膜完整的人来说啊 那就是洗澡的时候 让这个洗澡水啊 在外耳道里涮一涮 这种是偶尔可以做 但也不建议长期啊 很频繁 每天洗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我们多数人的外耳道啊 它的这个分泌功能是有限的 它不是说每天无穷无尽的生产 早期呢会有一些这种 叮咛组织的碎屑 它对我们的皮肤又是一些保护 所以我的意见是啊 大家自己最好平时的时候 稍安勿躁 不要刻意的去清理 当然对于骨膜完整的人来说啊 这个洗澡的时候清洗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像前面这个 没有湿疹啊 这个人因为是有外耳道湿疹 那你这个时候用洗澡水去清洗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外耳道湿疹啊 包括还有真菌啊 咱们平时经常提到的这个真菌感染 这些人就不最好不要自己啊 轻举妄动了 那外耳道没有真菌 没有湿疹啊 骨膜也是完好的 偶尔你说用洗澡的时候 淋浴的时候啊 让这个水在耳朵里涮一涮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你如果有湿疹 有真菌 或者最倒霉的这个有骨膜穿孔 这些是少数啊 真菌相对多一点 湿疹也不少 骨膜穿孔人就要少一些了 这些人是日常要保持腕道干燥 这个是不能说做什么自我的这种清洁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要瞎胡搞了 容易出问题 这棉签砸的真是够深的啊 已经完全怼到骨膜的这种表面啊 这就是拿棉签越捅 就觉得听声越差 捅成这个样子呢 他还是能够听到声音的 不是说听不见啊 因为我们人除了这个外耳道 有空气传播的这种声波的这种 还有通过我们的骨骼 就是所谓的骨传导途径啊 所以之前我就说 反对平时噪声环境下啊 自己这种日常生活噪声啊 不是特殊的工作环境噪声啊 这种生活噪声环境下 睡觉的时候不要带这种 这种耳塞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 它降到的这种降噪的程度 非常的有限 我试过啊 带着耳塞的话 能够大概降15分贝到20分贝 真是让你周围环境噪音大 这个十几分贝 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 你想你带这种降噪的耳塞 能带到像现在刚才屏幕上的这种 被钉铃堵的程度吗 你带不到啊 这个人他都没有觉得他日常生活交流 有多大影响 你带耳塞还能带到多好的效果呢 而且这种耳塞老是堵着 整夜把外耳道堵着 这种真菌的发病概率 就明显要提高了 这个也是让耳面签捅的 今天连续的这几个两个 这好像是 记不清了 是不是同一个人 平时酷爱使用面签啊 两侧的外耳道啊 都怼上了 叮咛的团块 第三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这个人但是他的叮咛组织 偏油性一点啊 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 油耳朵 油性的这个叮咛 这个是个人体质问题 这个外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叮咛线体分泌的组织偏油 这个除了跟基因有关 包括日常的生活饮食习惯 作息规律啊 甚至是跟局部的 频繁的刺激 这个等等 它是个综合因素 它基因方面啊 基因方面 就咱们说的这种天生的这种 这个是为主啊 占主要的因素 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肯定是起到一个 次要性因素啊 油性叮咛相比来讲 它这外道刺激功能要弱一点 不像这种干性的干燥的这种 我们正常的这个叮咛组织 也有一定比例的油脂 它也不是纯像 沙这种沙土似的啊 这也就是自然形成 这个没有经过什么 面签的加工啊 你表面看上去是比较自然的 这种凹凸不平 面签呢 就是明显的一个大坑 这种自然形成的叮咛啊 一部分儿童的话 自然脱出的概率会比较高 成年人形成的话 再自然脱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传统的话 用药水软化 软化成吸汤 冲洗或者是吸气去往外吸 这个是可以的 但存在一个隐患啊 万一这个骨膜有穿孔 你用冲洗的方式 那有可能会把这种浸泡完的这种啊 脏的这种水汤 就整个给冲到中耳里去了 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 我们 谢谢大家收看 周四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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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